蜈蚣 等一下 有蜈蚣 驚嚇 哈囉大家好 我是希希 有再密切關注希希的應該都知道 希希有一個怪癖 就是挖耳朵 可是挖耳朵這麼久以來 我從來沒有給專業的挖過 所以今天呢 我們就要帶著大家 跟希希一起體驗挖耳朵 GO 志琳老師 哈囉 嗨 不要 這個也太用心了吧 對啊 我今天生日嗎 對 我們昨天特地花了一天的時間畫的 哇 好 那我們今天要來體驗那個挖耳朵 那我們今天要體驗什麼課程 我們今天體驗的就是全套的課程 就是有清理耳朵 然後夢幻洗眼睛 夢幻洗眼睛 對 然後清理鼻子 還有耳筑 按摩的部分 是是 對 所以基本上就是頭的服務全部都做到 這樣子 對 全部都有 太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來體驗吧 好 希希為了來掏耳朵 我一個禮拜沒有挖 對 我想要看一下裡面現在長怎樣 那希希我們先看一下我們現在耳刀內的狀況 哎呦 可是 好像就這樣也沒有特別大塊 對啊 唉 好失落 哈哈哈哈 希希那我們開始囉 好 我們放輕鬆喔 接下來我們會用我們孔雀王的毛 在癢癢的 現在是 供玩客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老師在敲什麼 這是音叉 嗯 酥酥麻麻的喔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先把一些耳垢把它給掏出來 我們用的手法會是 滑頂 灰椒 鴨夾 掏掃 挖 老師剛剛說了什麼 哈哈哈哈 像這樣子挖耳朵的話會不會想害到耳朵 不會的 我們都是有收穫專業訓練的 嗯 對 倒是不要自己挖 自己挖的話容易造成發炎 也容易把髒東西往裡面推 蛤那老師你有遇過什麼最特別的案例嗎 我掏過最大隻的耳朵裡面有蠔蠔 等一下 哈哈哈哈 有蠔蠔 驚嚇 對然後一些蚊子啊蟑螂那都算很常見 真的假的 為什麼要用這個 對我們是去舒緩耳朵的穴道 滔耳的話它會比較像是礦工 就是把把東西挖出來 全部把它挖出來 這樣 啊柴兒感覺就像是一點一滴的 用各種的工具去把髒東西掏出來 啊一邊又可以刺激耳朵的穴道 讓你感覺到放鬆很舒服的感覺 哦 他老是第一次遇到這麼愛講話的客人 有點不受控 然後戳到耳朵 戳到耳朵之類的 沒錯真的是愛講話的 哈哈哈哈 老師我想問一下 是小朋友也可以挖嗎 哦可以的 如果他有比較嚴重的堵塞的話 我們會幫忙他做清理 對只是還是要看他穩定度夠不夠好 對有些小朋友他很愛哭的那種就沒辦法 就不行 對不然太危險 我從小就開始挖耳朵 哈哈哈哈 哦我有聽說你的興趣是挖耳朵 哈哈哈哈 我的挖鈴超過十年 哈哈哈哈 我們按摩耳朵他 主要的功能是要 調節平衡 正進止痛 脫敏止癢 疏通經絡 調和氣血 還有補腎健脾 也太多了吧 哈哈哈 對耳朵他對身體是很好的 他有很多人體的反射區 對自己沒事的話可以自己多按 對身體都是很好 就跟按頭按腳一樣的道理 好囉 那我們踩耳就結束囉 在這我們耳朵已經清理完了 他其實他整體來講會非常的乾淨 對你看到有一點點微微白白的可能是皮屑 皮屑的話我們不會說整個把它剝掉 哦 對這樣子你的耳朵的保護力會完全沒有 哦 對這個是皮屑我們就不會做清理 啊如果是耳屎耳垢的話 我們基本上是清理乾淨哦 嗯 結果我的耳朵一個禮拜沒忘 也沒什麼東西 忘了難過 我決定下次 我覺得下次我一個禮拜那個 洗頭的那個泡沫全部都要塞進去 這樣應該會多一點耳屎 呵呵呵呵 西西那我們現在幫你清理鼻子哦 好 到我鼻子的部分了 那我要先醒鼻涕嗎 沒有我們都會幫你清理出來 蛤 早知道剛剛就不要洗 沒有啦 哈哈哈哈 對因為外面空氣污染很嚴重嘛 所以清理鼻子也是很重要的 你鼻子好小 超好意思 因為我本身也是有過敏 然後也是鼻塞 或鼻塞 但是就因為自己已經習慣了 就是習慣吸進來的空氣沒有那麼多 鼻子通了覺得精神都來了耶 好喲 好喲 通了 很通耶 其實我們接下來要燃燒耳竹囉 燃燒耳竹 欸耳竹老師我聽說燒完之後耳屎會掉出來 喔那是不是騙人了 蛤 對我們的耳竹其實就是在你的耳口燃燒火珠棒 這個耳竹是用精油跟風蠟製成的 對他可以排你耳道爐內的濕氣 含氣 還有去除異味 對 真的很重要耶 然後我們會搭配一下頭部肩頸的放鬆按摩 好 稀稀我們現在要幫你做頭部的波筋舒緩按摩 我們按摩頭部能夠疏通頭部的筋肉 能達到深層的頭部放鬆有助睡眠喔 我們家的按摩頭部是我在內地的時候跟盲包學的 喔 對 盲人 對盲人 我之前跟我爸爸一起去那邊按摩 只要按到頭的地方我都一定睡著 對後來我就請他教我 很棒耶 然後就學了這一招帶回來 對 所以別人都說我們家按摩頭好像都特別舒服 大家好 嗯 我覺得要不是要拍影片 不然我只要睡死了 稀稀我們現在要幫你清潔眼部喔 等一下會幫你做洗眼睛齁 好的 不要卸太多 就清理眼睛周圍 不怕無法見人 所以為什麼要洗眼睛 洗眼睛我們是用銀珠棒去刺激眼睛的類型 達到流淚的目的 讓你把裡面深層的東西洗出來 對可以舒緩眼睛疲勞 對像有些人睡眠不足啊 或是常常使用3C產品 他會覺得眼睛容易乾乾色色類類的 那都很適合來洗眼睛 喔 老師那這樣戴影型眼鏡可以做嗎 我們通常客人是不可以戴影型眼鏡的 這樣子洗會比較安全 喔 有些人化妝啊 一些亮片啊 或者是一些黑黑的眼線啊 睫毛膏都會卡在裡面 真的假的 對 我們連卸妝都卸很久欸 還是會有 跑到眼睛裡面的可能嗎 對不對 嗯 對 放輕鬆喔 有點怪怪的 齁 做眼部的波巾喔 左眼都塞住了捏 我現在很像被家放嗎 不會不會 因為他沒有皮筍 我們等一下敷的過程就稍微休息一下喔 好 大家晚安 晚安 希希那我們好囉 好謝謝 來 放起來喔 好 謝謝老師 今天還習慣嗎 我覺得還蠻新鮮的這個體驗 我覺得還不錯欸 那老師你有建議我們大概多久可以來做一次嗎 我們通常會建議一到兩個月來保養一次 喔 對 啊平常的話就都不要自己去掏它 對 耳朵癢的話其實耳朵這邊自己揉一揉 對 不要去用棉花棒去掏 自己揉一揉就可以指耳朵的癢了 嗯 對 自己掏的話容易發炎受傷 也容易把髒東西推進去喔 對 沒錯 欸 那老師我想問一下 準備 我什麼時候可以跟你拜師血液 我今天想要來學 是嗎 很想 很想要挖遍全世界耳朵 對 我們有在開高級才爾師的培訓班 喔真的喔 對 我們家培訓的內容會是目前最高級的 包含採的深度會是最高的 然後採的花招也會是最多的 呵呵呵 對 哇太棒了 好 那有興趣的話可以來報名 我們就是所有今天體驗的項目都會有上課 哇太棒了 我要去密切關注一下他們的粉絲專頁 好那今天謝謝老師 也謝謝大家 我們今天影片到這邊 那記得大家要關注西西按讚 訂閱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